记者廖淑林云林报道 拒绝联考的小子吴湘辉又出新书 今天下午在云林布袋戏馆举办棒播美国新书演讲及签书会 带大家透视这个看起来很近 走起来很远 看起来年轻 却是全球现代化民主最古老的国度 而且能够有一个准确的了解 进而思考台湾未来 1970年代 吴湘辉的处女做拒绝联考的小子 冲胀台湾教育体制 畅销50万本拍成电影 成为青年偶像 后来他成为台湾岛内打破蒋家神话第一人 或党外编辑作家联谊会颁发言论自由贡献奖 1990年代开办政治公关公司 成为台湾政治转型期的百战军师 颠覆既有思维又能动机台湾需求的作家 2006年起 吴湘辉以芬兰经验启动国家书写计划 轰动全台并获班 最佳著作人金鼎奖 目前国家书写系列已出版的部分包括 芬兰经验最欧洲三部曲 告别中国之父子三部曲 磅波美国是美国三部曲的首部区 要让读者用更近的距离 更有系统分析来看美国 吴祥辉强调 棒波只是对美国的简单解习 无论喜欢与否 美国都是半世纪以来全球教父 在民主科学和经济上都具有绝对竞争优势 希望透过本书有助读者了解美国 吴祥辉说该书筹书四年 花了一百天走访美国五十周 最后定告是在云林永 翠格完成 今天特别选在云林布袋戏馆 举办棒波美国新书演讲及签书会 包括云林县副县长丁燕哲 文化处长林梦怡都变身读者 购书请作者签名 还有读者带着小朋友一起参加 开心和作者合影 云林县长李靖勇特别到场参加对谈 以台湾人对美国的情感相当对立 有人亲美 有人反美 大大肯定无相辉的创作 带给台湾人不同的新世界